有五区十二线 其中有一个区叫做象山区 也就是以这一座主峰象别山的名字而明明的了 那么在我们这个象别山内的话呢 有个古传说 据说呢这头象呢 它是从天上而来的 眷恋了桂林的美丽风光就不愿意离去了 后来的话呢 被几个地方呢 看见有座塔了吗 据说这座塔呢 就是讲天明天家的化身 招牧桌上边 怎么分表我们的林江 怎么分表我们的桃花江呢 从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下 在这个最远 音乐 灵火中点亮夜的星光 谁为我天意见梦的衣裳 碰开那扇星窗越一样的望 谁猜下哪一朵昨日的游戏 我像只一样在你的河堂 只为和你守候那条白月光 又过了四季和花仪燃香 等你会在水中央昂扬 那么山山那说指的是我们正前方最近的这座成灰橡皮山 以及中间的这座小塔山 那么最左边的这座起名叫做川山 那么大家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 最左边的这座川山好像也有一些像橡皮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一座看来还要香一些 那么走远了以后的话 看我们这座橡皮山 其实并不像是一种洞一条家 就这样这样就会说 就像是一种洞一条家 我可以说 现在来看这个是一个洞一条家 然后再来看这个是一个洞一条家 这个风格就是三度一样的 也是一三度二的美女 和她的美女 三度一样 三度一样 三号的风格是下来的 旁边这里还有十个月中 三号的风格是下来的 三号的风格是下来的